新一代的华硕天选4锐龙版悄然发布 而795HX的机子我们已经测试过了 那作为6900HX继承者的7940H到底有表现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了 赶紧让我们来看看 这台更像全能本的二次元必备游戏本天选4 视频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常规游戏本的重量有多少 哎哎哎 专供习武之人的请走开啊 答案是 在大部分情况下 认为逻辑重量在2.5千克左右及以上的为游戏本 在精通的详细参数研免下 你会发现众多厂商的产品都会在2.5千克左右 比如隔壁的Y9000P在2.5千克 降星X15在2.4千克 神舟Z9也是2.4千克 而我们今天测到的这台清选4锐龙版 只有2.1千克重 和很多全能本一样重 比如我们之前买来的ThinkBook 16家就有1.9千克 那么这台伪装成全能本的游戏本 性能到底如何呢 那赶紧来看看实际的使用情况 我们拿到的这台华硕天选4锐龙版 是搭载了全新的R97940H处理器和RTX4070的版本 外包装主色也采用了和笔记本本体一样的魔幻青 而且天选机二次元要素全部拉满 魔幻青这个颜色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天选青 可以说是天选的专属配色 天选4锐龙版的包装方式和ROG系列游戏本一样 采用了翻盖式打开方式 个人感觉比一般的海绵泡沫抽出式的包装方式要好一点 打开盖子以后最上面为笔记本 拿出笔记本 下方左右格子各自为DC视频器线和三角插线 那取出天选4的本体 第一感觉就是这台机子比较轻 天选4的A面采用了金属磨砂材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沾指纹的问题 在上侧时刻了天选的LOGO 回想上一代天选3的A面尾部 还有一行希腊文 阿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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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为生而不同 天选4的这一行小字字母转化为了大写希腊字母 并将其由侧边移到了底部 进一步提升了A面的整体颜值 再靠近屏轴的底部还给出风口预留了位置 一面出风口吹向屏幕造成不必要的散热堆积 同时盒盖以后也能看得到C面的指示灯 B面搭载了一块16比9比例 2.5K分辨率165Hz刷新率 和100%DCIP3色域的电竞屏幕 同时还具有三号秒超短的响应时间 G-Sync全亮度DC调光等优秀素质 美中不足的就是有个两指不到的下巴 但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更喜欢16比9的屏幕 部分画面看起来也更加协调一些 下方有一个华硕的标志 不过因为都是白色背景 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最上方的突出部位为一颗720P的摄像头 同时天选4还支持单手开合 最大开合角度为135度 C面的话为磨砂塑料材质 搭载了一块带数字键的全键盘 键程为1.7毫米 另外还有独立的功能键和电源键 键盘实际的手感表现还不错 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方向键半高 触摸板手感也还可以 面积也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游戏版来说 触摸板只是没有鼠标时偶尔用一下嘛 甚至大部分玩家平时都是关闭触摸板使用的 在靠上部分的中间位置 是创意性的X型 共有4个指示灯 顺时针为电源灯、电池灯、飞行模式灯和硬盘灯 地面为工程塑料材质 除了电池区块 其他区块都有一部分散热开孔 电池两侧为扬声器开孔 DIC的四角都有脚垫来垫起机身 可以增大一些进风量 整体笔记本的配色为白色系 粘指纹的话不是特别明显 同时颜值也有所提升 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台天选4的外观的 在接口方面 天选4左侧为一个DC供电接口 一个RJ45千兆网线接口 一个HDMI 2.1接口 一个USB4核显输出接口 一个支持独显输出 支持DP1.4的TOP-C接口 一个TOP-A USB 3.2-J1接口 和一个二合一的3.5mm接口 右侧为一个安全锁口 和一个TOP-A USB 3.2-J1接口 这个接口还算是比较齐全的 同时独显支持的TOP-C接口 还支持100W的PT快充 加强了外出便携性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HDMI接口为独显输出接口 核显模式下是无法使用的 在前面和左右侧靠前的位置 总共有四个出风口 在进行游戏时 并不会影响到键盘和鼠标位置 设计的R比较合理 本次测试的重点之一 就是在这颗7940H上 之前7035系的T735H 对比6800H提升很小 而这一代7000系马甲CPU 也是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 但是7040系列和7045系列 还是带来了新Zen 4架构的 台积电性工艺 7940H这颗CPU拥有8个核心16显存 3G缓存为16M 基础频率为4.0GHz 最高加速频率5.2GHz 采用了台积电4nm工艺 默认热设计功耗TDP为35W到54W 代号为PHOENIX 7040系列和7045系列 最大的差异还是核显 和7945HX只有两个CU不同 7940H核显为Radeon 780M 用12个CU的高规格 对比去年的最强核显680M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颗7940H在CPU-Z中单核跑分为641.1分 多核跑分为7066.1分 表现相比上一代的6800H提升了5% Citybench R23跑分中单核分数为1801分 多核分数为17510分 这个分数相比6800H 多核提升了36% 单核提升了18% 在10轮循环跑分中分数略有所下降 也属于笔记本的正常现象 在跑分过程中全核频率为4.77GHz 功耗为80W 温度最高为94.5度 散热表现还不错刚及格 本次我们拿到的版本为RTX4070版 采用了新的Ada Lovelace架构 移动端为AD106核心 搭载了4608个流出力器 频率为1230-2175MHz 官方设计功耗为35W-140W 配备了8GB GDDR6显存 位宽为128bit 同时支持DLSS3等技术 而本次TN4的GPU方面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那就是R97940H上搭载的最强核显 Radeon 780M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颗核显有12CEO 也就是768个流出力器的规格 频率由上一代最强核显 680M的2.2GHz提升到了2.8GHz 在台阶电4nm的价值下更加强大 在理论测试的3DMark中 RTX4070的Time Spy分数为12647分 Time Spy Extreme分数为5585分 Fire Strike分数为32072分 Fire Strike Ultra为6824分 Fire Strike Extreme为15253分 对比上一代的3070提升了约15% 而780的Time Spy分数为2942分 对比上一代提升了约10% 足够企鹅全家桶和一些轻语的需求了 紧接着用P95烤机半小时后 CPU温度维持在了83.2度 全核心频率为4.5GHz 功耗为80W 而显卡用Fullmark单烤半小时后 温度为77度 CPU核心频率为2.3GHz 功耗达到140W 用P95和Fullmark这两个软件 双烤CPU加GPU的情况下 CPU温度为78.4度 功耗平均保持在45W 全核心频率维持在3.6GHz 而显卡方面 CPU温度为77.3度 CPU核心频率也保持在了2.1GHz 功耗基本为115W 综合功耗为160W 性能释放的能力还是相当优秀的 当然在测试中 因为受到NVIDIA驱动的影响 功耗可能有所波动 整机功耗是维持在160W的 噪音测试还是很重要的 在工作室环境底造为37分贝的情况下 安静模式下满载有40分贝 性能模式下满载为43分贝 增强模式下满载为53分贝 个人感觉声音强度还可以接受 算是游戏本中比较小的了 当然购买游戏本最看重的莫过于游戏了 那么这一台更像全能本的游戏本 在游戏表现方面到底如何呢 让我们来看看啊 在霍国子一产中 高画质设定下 1440p帧数为56.3帧 1%Low为33.8 在1080p分辨率下 帧数为75.4帧 1%Low为46.5 在苏联美学原子执行游戏中 原子画质设定下 1440p为67.3帧 1%Low为49.3帧 在1080p同等画质下为89帧 1%Low为66帧 基本达到了纯光山下的流畅运行 那在二星出品的 起码模拟器荒野的背歌救手2帧 默认画质情况下 1440p为70.4帧 1%Low为21.2帧 1080p分辨率下 平均帧数为92.9帧 1%Low为24帧 完全达到了畅玩的水平啊 那在提前发布了几十年的 大作Cyberpunk 2077中 预设的超级画质档位下 1440p帧数为60.9帧 1%Low为43帧 1080p帧数为95.97帧 1%Low为58帧 保证流畅运行游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在预避关斗场 稳定IP四个信条系列的 引领电游戏中 极高画质下 1440p平均帧数为73帧 1%Low为55帧 1080p分辨率下 平均帧为95帧 1%Low为61帧 同样在预避关斗场 另外一款游戏 孤岛惊魂6中 极高画质下 1440p平均帧数为82帧 1%Low为71帧 1080p分辨率下 为93帧 1%Low为75帧 也是完全流畅运行 无压力 在网游中 CSGO1440p分辨率下 最高画质 平均帧数为210帧 1%Low为50帧 在1080p分辨率下 平均帧数为280帧 1%Low为86帧 形容在烟雾中的帧数 会比较低一些 也属于正常现象 这个帧数在实际游户中 完全是够用了 在PUBG游戏中 1440p三极致画质下 平均帧数为167.9帧 1%Low为78.7帧 1080p同等画质情况下 平均帧数为226.9帧 1%Low为130.7帧 基本达到了电竞水准 而在国产游戏 永田无间中 1440p下 平均帧数为117帧 1%Low为36帧 1080p分辨率下 帧数为148帧 1%Low为91帧 感觉游戏优化还是差点意思 但流畅运行 是没什么问题的 天选4锐龙版 搭载的是 DDR5 4800MHz的内存 在AIDA64内存测试中 读写速度分别在6万多和7万多 延迟数据也还不错 硬盘方面 天选4搭载的是一块 悉数的SN5601TB固态 读写速度如图 下面顶级的固态 还是有点点差距 但是对于游戏性能来说足够了 另外天选4采用的也是 华硕傲创制控中心 支持冷切换和运行模式切换的功能 而热切换仍需要到 英语达控制面板中的 显示模式进行切换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切换核写模式运行 需要关闭所有占用独显的功能 建议重启一下再切换 软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 天选产品的特色 天选机软件 开启以后会在桌面最上层 有一个迷你的天选机走动 也可以在菜单中切换散步模式 增强活力 并且在软件设置中 也可以自由更换多款天选机的壁纸 还有两个小游戏 可以和天选机进行互动 这波是二次元实力拉满 其实按道理来说 游戏本测续航的成绩 应该是十分拉胯的 和那些五大三粗的游戏本不同 其搭载了一块90瓦式的电池 在核显模式下 PCMark10续航测试 为12个小时43分钟 仅仅并以续航著称的0123 少了一个小时 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强悍的 刚刚有介绍 千选4的第二个TOP-C接口 是支持100瓦的PD协议快充的 在独显模式下 CPU功耗调整为25瓦 100瓦PD快充供电 可以达到DC充电器 满功耗性能的65%左右 但是电池仍然在缓慢掉电 在核显模式下 基本就等同于一台搭载了 满选R97940H 和2.5K165Hz电竞屏的全能本了 在外出使用PD100瓦的时候 还是建议使用核显模式 在7940H台阶电4nm工艺 和780M核显的价值下 几乎就是一台全能本 那最后我们也拨下天选机的外衣 拆开后盖板的所有螺丝 就可以轻松打开天选4的外壳了 除了硕大的90瓦时电池 还可以看到天选4采用了5热管 加双风扇搭配4个出风口的设计 无线网卡为联发科的MT7921型号 支持WiFi6协议 整体封装的还是非常好看的 华硕天选4锐龙版 虽然分类被分类在了游戏本领域 但它更像是一个更强的全能本 仅重201千克 厚度也在22毫米 尤其适合有办公需求的大学生群体 在一众黑灰色的傻大黑粗游戏本中 天选4在其中一眼望去 就是赫里基群 用更加丰富的配色 打动了众多年轻消费者的心 白色机身和天选7的互动元素 也对喜欢20次元的朋友们比较友好 如果我还在读大学的话 我大概率会选择天选4这样的一台笔记本 所以大家还想看什么笔记本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